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把你常用的那个YouTube账号打开 一样要登录Google了 那YouTube已经被Google买走了已经很久了 所以你就是直接 你只要是有登录你的Google账号的状态下 在这个点点点这边就可以直接进入YouTube 那或者你直接进YouTube在Google登录也可以 那么登录进来之后 登录进来之后右上角你的大头的旁铃铛的旁边 就会有一个加号 有一个加影片的这个符号 各位找到的话就把它按下去 加影片的符号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上传影片对不对 你就会看到有直播对不对 先不要想直播 我们先上传就好了 那直播有那个之前有那个限制 就是必须要有一千个人追踪你 你才有资格开直播 然后但是那个教育账号好像不用 但是你第一次要用的话 它隔天才会生效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可能讲直播 因为你要去那边做启动 好 然后而且那个直播也是 各位就要装不会了 因为装不会呢 那个学校要直播才会找资讯组长 不会找你 我要害的资讯组长 好 所以在听说在这个公家机构 会的东西不要太多 开玩笑了 开玩笑 好 所以你的那个 你的 你按了上传之后 上传影片就会出现这个选项 那你只要呢 把你的要丢进去的 要上传的档案 你只要把你刚刚要 刚刚输出的那个影像档 影像档不是文字档 影像档呢 把它拉过来放掉 或者是用这个学区档案去选 也可以 也可以 然后就会进到那个 Youtube的上传的一些设定 上传的一些设定 好到都应该很快到这里了 没有人找不到位置 那个如果讲太快要说 我们这也算是半保证班了 应该而且讲的都很简单 应该是很容易会 如果你再不会呢 就是我的问题了 所以如果我真的讲太快就麻烦你制止我一下 因为我们电脑人都会习惯越讲越快 好 那你丢上来之后呢 它会就会在背景开始传你的影片 但是呢 它会有一些设定要叫你设定 我们就一一来看一下 好 首先这个最重要 这个标题就是你的影片的标题 影片的标题 就人家在搜寻Youtube 影片的时候 会找到的那个你的影片抬头的标题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要去很慎重的去输入 甚至把你觉得你想要让人家搜寻到的那个关键字 就把它含在里面 好 我是测试了 我就输入测试了 好 那 所以你就把那个 那这个影片的名称把它输入进去 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栏位 标题的栏位 好 那各位就因为是四座的影片你就随便输入一下 好 那再来 再来这个说明的地方 其实可以不用输入了 除非你有有一些什么声明 还要像我一样 还要介绍我的脸书在哪里 我的部落格在哪里 怕人家找不到这样 我的YT频道在哪里 你都可以 或者说这个影片是由哪一个什么 线网中心提供 资讯团提供 都可以做一些说明 好 再来 刚刚有老师问到缩图对不对 那个缩图就是你这个影片在还没播放的时候 在YouTube上面就会看到的那张图 就是 就是这张图 他们影片还没播放之前 这一页就是那个缩图页 这一页就是缩图页 所以你看你的习惯就是我觉得一眼就能看到他想要讲什么 这种我才会去点进去看 那如果你都没有像这个如果字幕拿掉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是要干嘛的影片 所以通常 通常这个如果你有心要经营的话 你的这个缩图是很重要的 缩图是很重要 但是这个地方可以之后再上传 你可以先不管他 然后之后再补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好那我就先随便丢一个 你可以用那个Canva做 你也可以用PowerPoint做 反正解析度跟 跟你的影片的解析度差不多 1920x1080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不一样呢 也没有关系 他会去调整就对了 好那我就先随便丢一个 好就这样拉过来放掉就可以了 好就可以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缩图页 然后播放清单呢是如果你有一系列的影片是同一个主题的 同一个主题的你就可以在这里去建立播放清单 所以第一次要建立嘛 新增播放清单 那如果是如果是已经有的你就直接勾选 我这个影片要在哪一个清单里面出现 你就把它打勾打勾这样 好那我是建立一个清单 我就新增一个清单 好那这个是测试的 你就打好之后就按建立哦 第一次按建立 第一次按建立 然后他就会帮你出现在你的选项里面 那你确定你这个影片要放在这个清单里面 就是那个像课本的目录一样 这个课本打开来里面有哪些影片可以看 就是所以我要放在这一本里面 按就按完成 他一个影片可以放在不同的清单里面是OK的 好那再来呢 这个选项通常我都不改 通常我都不改 如果你是那个点儿童专属的 你的影片他们好像就不会把广告给放进去 但是呢 你好像你的影片也不能被人家内签 就是如果有人的网站里面要挂你的影片 他是挂不进去的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那所以我们通常比较通用的是这一个 但是如果你是for你们班的小孩子 你不希望有那个广告的插入 或有一些奇怪的广告进来 那我还是建议你把它放到儿童专属的影片 好那这边其他的选项就是各位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好那付费的各位就先不要不要勾 因为老师不能盈利 你一旦勾了这个 你一旦成为真正的YouTube 有人眼红你就找麻烦了 好 好接下来呢 这一边 这一边是关键字 就是人家在找你的影片的时候 那要怎么样找到你 如果你这个影片提供了很多相关的关键字 那人家就很容易找到你的影片 那这个情况是在影片公开的情况 好那所以理论上是越多关键字 你的影片越容易被人家搜寻到 那这里也会有一些 YouTube的一些计算的规则 假设你今天用这一个关键字 比如说年会 年会结果人家搜寻到你的影片 点进去看之后 发现你的影片跟年会没有关系 然后人家就会那个 就是可能点进去看没三秒钟就关掉了 那YouTube那边的演算法 就会把你评定 就是这个你这个影片比较烂 还是还是就是有一些状况 那你的那个触及率什么就会下降 所以这个自己要自己去勾 如果你不是一个要经营影片的YouTuber 这边就都不用弄 不用管他 因为你是直接提供连结给学生看 所以这边就不用管 好那这边也都不用动 这创用CC 好如果一般 一般没有 没有特别授权的话 我们他内定会选标准YouTuber 内定 然后所以如果是标准YouTuber授权的话 你的影片一放上去 一上架他就会帮你检查 有没有侵犯著作权的东西 有音乐他就把你静音 然后会寄通知给你 说你的影片侵犯到助就权之类的 好那如果你的影片可以让人家自由饮用 那我们就选创用CC 好那我自己啦 我自己一般都是选创用CC 因为教育不应该分彼此嘛 随便大家看随便大家用 好那其他的通常不太需要动 那类别可以选一下 如果人家搜寻比较容易找得到 好所以这些东西其实 这边其实最重要的只有标题而已 所以你标题一定要输入 其他的几乎除非你要做清单 不然几乎都可以不用管 好除非你要做清单 不然几乎都可以不用管 好那所以你就直接下一步 直接就标题打完 如果你什么都搞不清楚 你就把标题打完直接下一步 好那下一步呢 他这里可以新增字幕对不对 你也可以等一下再新增 也可以不一定要在这里新增 那这个片尾就是如果你有做固定的片尾 那你每支影片结束之后都会跳进这个片尾 那新资讯卡就是在你的影片上面会出现一排资讯 那比如说如果想看我的什么影片 请从这里点进去 类似这样 他就可以帮你引导那个观众去看另外一个影片 这个叫资讯卡 那通常我们也都不会需要 顶多是新增字幕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直接按 请各位直接你刚有字幕档 所以我们直接就点新增 好然后就上传档案 好上传档案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有那个SRT字幕了 那请你选包含时间码 那个SRT就是包含时间码的 所以这个都不用动就继续 好那你的SRT的字幕刚刚我放在桌面 我就把它选起来 开启 好他就会直接把那个时间套进你的字幕 好到这边 好各位老师坐到这边 好做好的老师请你输入5 来讯息列输入5 确认没有问题的话 好那个字幕 如果你的字幕不能选 没有关系 等一下还有一个地方 还可以去重新再上传 所以不用急 你这边如果不能选 你就应该是可以选了 那如果你在 你已经进来这里了 那你就要点这个点点点 这边去清除旧的字幕 去上传档案 如果你已经进来这个地方 你就要在这里处理 好那不然就是在刚刚 还没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直接选那个文字档 选那个SRT档 好那有跟着做的大部分都已经做完了 好那其实YouTube里面 他的他是其实他有简单的编辑器 但是不好用 他有简单的编辑器 但是很难用 我试过几次我就不想用了 好所以你上传完字幕之后 请你直接按完成 好就上传字幕 然后就直接按完成 好右上角的完成 直接给他按下去 好按完之后下一步 好下一步 直接下一步 然后这里最后一个地方要注意 你看他你在进到最后一个地方之前 他就会帮你检查你的版权问题 不过这个前提是他已经在背景 处理完你的影片 那如果他还没处理完你的影片 这边也看不出来 他事后会通知你 好所以在下一步 最后这个地方请你特别注意 最后一步浏览权限这里要特别的注意 好你看他这边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私人 私人就是只有你跟你给账号的人 可以看你的影片 好比如说你有你有那个 你全班的Gmail的账号 你就把全班的Gmail账号通通贴在这边 那他们就是拿到你的网址连结之后 他们进来都可以看影片 那除了这些指定的人以外 其他人都不能看 进来就会全线 就没有就不能看 所以这个叫私人 这个叫私人 好那不公开呢 不公开就是搜寻不到你的影片 所以你唯一给人家影片的方式就是给连结 但是你的连结有可能会流出去嘛 所以只要有你的连结的人都可以看到你的影片 这个叫不公开 好那公开呢就是所有的人随便搜寻都可以搜寻到 好都可以搜寻到 那当然那个搜寻 你不是很有名的YouTuber你的不会出现在最上面 你要搜寻很久才会找到你的 但是如果关键字正确应该大部分都可以搜寻到 这个叫公开 好那所以现在这一支练习的影片你可以用私人或不公开都可以 你就不要公开 好那这边留意一下 就是你的网址 你这个影片的网址会是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直接把它复制存起来 贴给classroom贴给学生去看 那你也可以事后 事后还是可以看到这个网址 所以这边有一个网址留意一下 好那所以你的那个权限选好之后 这边 选好之后你就直接按储存 选好直接按储存 好那他就会回到那个你的你的工作室你的影片的资料夹 然后如果你的影片还没有处理好 因为你们我们影片传上去之后啊 他会帮你做那个编码转码的动作 所以一开始刚上去他可能要看你的影片的大小 然后他是不是百分之百都传上去 他百分之百传上去之后他会帮你做转档 然后一开始只能看到SD就是简单的360dpi的画质 然后再过个几分钟 或者如果影片比较大 大家会转久一点可能一两个小时 他就可以看到HD的1080p的画质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了 这个地方呢 这个影片 这个内容 你的资讯 你的频道里面的资讯的内容 然后这边有影片 这个就是你的所有的影片的内容 所有的影片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再去做修改 再去做修改 好那比如说 各位先把那个权限设定一下 然后直接储存 进到这个画面 然后这边我稍微讲一下那个清单的处理 基本上这样子单一个影片 就已经OK了 单一个影片就没问题了 你就可以把连结贴给学生 他就可以看到你的影片 好所以你可以就可以直接试一下 比如说你要看一下刚刚的连叠 对不对 你把它点进来 然后这边有网址嘛 就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你就另外开一页 贴上 然后你这边如果有开 它就会有那个 万国翻译字幕 那这边不开 就是只有内签字幕 如果它已经都转档完了 你这边就可以选那个1080P 如果还没转档完的话 它会就是还是至少会有最低 最低解析度 网路有点卡 所以你可以先检查一下 你的影片是不是可以 已经可以顺利播放了 好这边它已经转好了 所以它就就有1080P可以选 那这边的解析度 这边的解析度最高就是 你的你那个编辑解析度 刚刚是编到1920乘1080 那个就是所谓的1080P 就是HD的解析度 所以这边最高就是只能到这个解析度 如果你要更高 那你就是在编辑 高的解析度 但是那个在编辑 影像编辑阶段 如果你用4K的解析度 你的电脑的配备就要很高级 不然会跑不动 好会很卡 那一般的电脑1080P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好 所以这个是画质的选项了 那如果你要调自动翻译 就是这边会有一个自动翻译 你就去选自动翻译 那原先预设是中文 只要你这一个有开 你的那个反体中文就会跑出来 那如果你要选自动翻译 你就点自动翻译 然后他就会出现其他的语言 你就可以点其他的语言 点了之后他就 你看 日文就会跑出来 他是YouTube就全部帮你自动 自动用那个你指定的语言做翻译 所以你这样就完成那个 你虽然只输入繁体中文 但是你就全世界的语言就都有了 好 所以这个繁体字幕 那个万国字幕的部分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 好 那各位检查一下你的影片 各位请检查一下你的影片 好 给各位一分钟检查一下你的影片 丢上去之后是不是可以正常播放 好 那这个部分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你刚刚那个影片的内容 那如果说你刚刚的字幕档还没有传上去 所以这时候还是可以补了 你在你的影片 你就点进你的影片 这个编辑 这一支笔就是编辑 或者点这里也可以 点进来之后 在影片的右边 这里还是可以改权限 这里还是可以改权限 然后这里还是可以改字幕 那所以如果你刚刚没有传到字幕了 请你点一下这一支字幕的笔 然后这个点点点的地方 请你先把旧的字幕清除 再上传新的字幕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把字幕再换掉 再换掉 就比方你 你之后如果发现有错字 所以你那个SRT的文字档要存好 要存好不要把它丢掉 存好以免说哪一天你发现有错字 那你要你改的时候 这样会比较方便 好 所以这边还是都可以做影片的内部的修改 包括清单 都可以再做修改 或者增加你的那个片头 增加你的那个片头 这个都可以再改 所以不用紧张 你只要确定你的档案名称 还有确定你的那个权限 确定这两件事最重要而已 其他的不重要 好 那所以这个是影片传上去的方法 其实也蛮简单的 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有很多影片 或者你经常要做一系列的影片 或者是你是 比如说你是用那个科目来分 或者是你是用日期来分 都没有关系 那你这时候可能就会要做一个清单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有播放清单 那我们会直接在这边 比如说这是我昨天传的 这是刚刚传的 如果这两个影片都要放在同一个清单 那我可以一次勾两个 一次打勾两个影片 然后呢 这边可以直接加入播放清单 所以这边打勾的用意是说 我如果要整批一次做修改 整批一次做修改 你就可以把它全部选起来 然后去让他一次加入某一个清单 一次加入某一个清单 然后也可以一次去修改 其他的标题什么东西 全部都可以一次做一次性的修改 一次性的修改 所以这是整批作业 整批作业在上面打勾 然后在上面编辑你的动作 那你要个别的话 个别就是直接点进去影片 个别就是直接点进去影片 然后直接在上面修改就好了 好 以上是YouTube上传的方式 如果没有问题的老师 请你在讯息列上面输入6